促成以後 就等於做志願者 到城裡來收屍也好 收書也好 他們跑了去收書 懂嗎 就把一些破壞了以後 一些來把書 一些好的版本的書收回來 到了中期 中期是一個等於大的市場 大的舞臺 你各地的代表人物 到揚州來讀來展示一下你的才華 到了晚期 就是八怪以後 晚期 揚州實際上是孕育 和對海上畫廃的形成 是產生很重要的作用 因為海上這塊 它的社會環境 跟揚州很相似 這些畫家的生存狀態 跟揚州很相似 揚州的一批本地的畫家 因為上海開副以後 移居或者是兩地跑來跑去的 來生活在這樣 實際上有些就變成了海上畫廃的人物 所以這些跟海上畫廃是無縫對接了 所以你看整個一個清三百年 所以揚州還是貢獻 對 我聽一個學者講 說揚州 說是江南文化之母 中原文明南千 它等於先是在揚州南北匯聚 然後才進一步從揚州這個中心往南傳播 比如說東漢末 習近末 這樣的一種大前些 我們不去談 我們就談安死之亂 安死之亂之後 揚州在盛唐時期 並不是最翻身 而是安死之亂之後 百方破壞了 破壞了 百方破壞了 最後中央沒辦法 實際上其實採取了一種妥協的辦法 就是承認你們的拒證權 你們可以釋泄 只要你們不反中央就行 實際上他們也停止向中央供服了 所以兩津地區的糧食物資 全部靠江南 靠江南幾個行政區 所以在這個時候揚州就迎來了一個 一個重大的歷史發展機遇 所以揚州在晚唐達到鼎盛 人口要達到鼎盛是什麼呢 就是你剛才講的 就是百方的人口 它不是一下子在古代來講 不是一下子就到南方 它一定是那個 一站一站的 我們那個根據史料記載 揚州當時就是 很多這個難民啊 侵占街渠 來修造房屋 是吧 一下子輪口增長了很多 是吧 增長很多 所以揚州在晚唐 達到了一個繁榮的頂峰 當時這個乾隆是 肯定要遊這個壽西湖 那會不會就說他只種這個 鹽湖的這一面 也就是說 山裡他沒有怎麼規劃 就是他尤其注重的是在鹽湖邊的 就是乾隆能看到的 主要是兩岸 就是口看 口油 他油不會有到眾生 對嗎 他比如進去園林 你要到人家做課 你進去了 不會 如果景子不好的地方啊 用黃杖 布擋起來 就保證他這個檢閱 世界非常為內 世界非常為內 你想像一下乾隆當年在這兒 他必須左右 您覺得是不是會比這個密度更高 左右兩邊的風貌啊 市集啊 應該跟這個還不一樣 是吧 應該跟這個還不一樣 應該那就是說 他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建築啊 可能就是跟植被的比例 可能那個時候還要 建築比例還要高一點 比例高一點 但是他的體量 他的尺度 肯定不如現在這麼大 因為現在的人 某種程度上 我們的尺度感改變了 是吧 尺度感改變了 就是現在的人就是說 你跟那個古人的那個 是吧 那個建築的那個尺度比例 發生了很大變化 你有的時候 這個我們弄出來的東西 其實按照規制 它正好 但是我們現在人一看 哎呦不行 矮了矮了 是吧 所以整個這個是改變了 對 這個它確實不一樣 你像這個雍正啊 就特別借這個奢侈 而且呢 這個甚至 不僅是管這個官員奢侈 他還是就是說 延商 他聽說延商的生活方式過於奢侈 雍正下旨 就是說讓地方官啊 就是就是怎麼說呢 管束他們 不能讓他們這個太過分 這個這個生活奢華啊 但是呢 你看到了乾隆呢 他是什麼呢 比如說禁止官員 你這個納什麼小切呀 搞這些東西 就禁止官員弄這些奢華 但是呢 他給這個延商留空間 而且說乾隆呢 還有這麼一個理論 因為呢 有個大臣就給他告狀 就是說啊 這裡的這個延商啊 這種這種太奢侈了 是吧 然後呢 乾隆呢 大概這個 給他這個折子上就批啊 大概意思就是說啊 就是說這個延商啊 他們這個生活 他們生活的奢侈 會帶來一個養的作用 養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搞一個大Party啊 他搞一個酒席宴月 這些呢養活了很多 各行各業的勞動者 就等於說這個市民生活 輻射 對他輻射 他就是說他供給了很多市民 給了他們飯碗 對他來說他有用啊 起碼照顧他 還有很多的供品的時候 要生產要訂製 都在這兒漆漆啊 很多的東西就在那兒做 漆漆漆 還有什麼家具 這些等等 都要揚州 揚州靠什麼 兩回延政 延政拿點錢 延商拿點錢 就是等於說兩方面掙錢 來弄 而且他是 照辦處經常就下個單子下來 徒子一拿 然後你就都要照辦 對吧 這個不行 你說這個延商他對於國家是一種什麼感情 他們 比如說你看這個當時等於國家跟外面打仗 他們也給錢 遭受自然災害 也要掙計 也要掏錢 那麼你說他們是出於壓力 還是說他們確實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如商群體 兩者都有 主要的還是來自於行政方面的壓力 有壓力 當然要 當然要 要那個 你如果不掏 你可能你的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延商的這個受政策影響大嗎 政策影響大 你想著後來到陶事務改革延政 整個就老牌延商都垮掉了 到陶事務改這個延政他是怎麼改呢 他是 他就說你原來不是都是製造嗎 你製造可以試卸 對不對 我兒子傳給兒子傳給孫子 你其他的這個商人有錢你也進不了這個行當 有一種 有一種這個這個亂經營的這種性質 他到時候陶事務怎麼講 陶事務給了個延政就是 只要我是一個門檻 你只要有多少資本 你就可以進得到 來參加這個公平競爭 這樣一樣的傳統的那個就 他也分大小的 就是像那個牛也是這樣分的 百萬以下的是小延商 他都不一樣 揚州當時千萬 是吧千萬的商人就不在少數 幾百萬的算是小商 對吧 千萬就值得一千萬兩百元 對 好家伙 他後來揚州的延商衰敗 跟川延起來有關係 湖廣就給川延佔領了 他是 他是 他是綜合性的這個因素 這個我們的這個延廠 就是你們老家裡邊的延廠 慢慢就不行了 就不能生產延了 所以延廠開始百億 那麼這個東西你這個成本增加了 對不對 鹽鹽省產量提高了以後 它的複售 它的這個銷售的這個範圍過大了 跟我們的懷鹽競爭了 這樣鹽鹽政策改變 鹽商怎麼不衰呢 就衰了 衰了衰落 然後運河也沒有變成交通要道了 這個潮運停止 揚州的這個 揚州的衰落是綜合性的 運河的這個潮運制度 那停止了 這個江南鐵路鋪到江南 上海開復 天津開復 漢口開復 揚州的這個資本 向這幾個新開復的地方 衝過去了 就像一個火塘裡面 幾個大的這個 柴火燒得很那個 把它抽掉了 剩下來的是灰燼 只能靠餘溫來保溫 這個東西還不能做 這個說得好 這個就這個樣 是啊 所以到了民國 揚州是最最 揚州人開始自卑了 原來很驕傲的 跑到上海 變成鄉下人了 對吧 本來我是東南地區的老大 我現在變成鄉下人 被人家啟示 在這個時候 揚州人是最不願意 跟人家交往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婚姻官 包括我們小的時候 婚姻官 不跟那個 不跟人家同婚的 揚州那個時候 是最碰不得 你要說揚州不好 揚州人暴跳如雷 但是您說這個岸邊的這種 山坡的這個形式 也是古代的嗎 就是舊的 都是舊的 就像這個 所以我們揚州 然後它的這個郊外 它的這些空間形態 它是一種樓性空間 是吧 就是它不是一種生硬的 它是樓性的空間 確實是好看 它這是像是拉長條的西湖 對 真的名字沒起錯 這個揚州跟運河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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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歷史上來講 跟運河是同聲共長 這個我記得這個孫家鎮當年 孫家鎮主席當年 我們在北京開會 他當時在主旨發言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這個運河城鎮 跟運河的關係 是吧 不是就是運河對於他們來講 不是如我便是清涼 是吧 不是便是清涼 那麼反而來講 我們揚州在這些眾多城鎮當中 它等於是長子 長子 是運河長子 運河長子 這個說法有意思 當時說這個延商啊 這個皇帝跟他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就比如說 皇帝說沒收你全家 是不是也有這個權力 生殺與奪 生殺與奪 他要講究法律的 大清律 他要按照法律來辦事的 他雖然有這個權力 他要慎用 他這個就是壟斷經營 是當年明朝定下來的這個 定下來的政策 對吧 當時就是給你 對國家有貢獻的 享有這樣的一種賺營權利 是不是某種意義上 你也成了皇帝的錢包呢 當然 某種承諾就是這樣啊 為什麼延商 看到那個什麼 要平叛了 要打仗了 是吧 饑荒要震災了 都要掏錢 拿錢 而且乾隆在南巡之前 他並對延商 這個富有的程度 並沒有比較 比較這個深深深深深深的認識 到後來就改革延正了 就是一看這個問題 就是國家 國家為了利益最大化 就開始去讓其他的這個 這個商人就進來了 進來這個行業了 參加競爭了 所以老的一批 這個延商就倒閉 就不叫倒閉 就衰落了 衰落了以後 你就對揚州地方經濟是個打擊 這個貧富之間 它是會轉化的 他們算不算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 他就是資產階級 但他這個資產階級的這個利益 會跟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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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這個統治力量 產生矛盾 你比如跟嚴陣機關 關於稅收問題啊 關於這個比如說 有一些攤牌的事情啊 他一定從過商會來跟他要 要博弈啊 對不對 他們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但是同時也是矛盾的 因為我代表代表朝廷嘛 代表朝廷我來管理你們 但是延商也是這樣啊 你不能給我就是這個拼命的盤剖 那他肯定接受不了 對吧 這樣就是達到一個平衡 所以他某種程度上 為什麼他還要表現出 這個對對對國家的貢獻呢 對朝廷的這個中心呢 對 他很清楚自己的地位 所以一定得把乾隆伺候舒服了 對 因為把乾隆伺候舒服了 揚州地方官員有面子 延商也有面子 他們是一龍俱龍 一損俱損的關係 對吧 你比如說牽扯一個延的一個大案 是吧 來查處延政官員了 怎麼不會牽扯到延商呢 一定哪個賄賂的 哪個什麼東西 要查你也 你要被抓進去 對吧 所以真的是 利益共同體 雖然他是從管理 被管理 對 他們之間有矛盾 有利益 是吧 這個是很複雜的一個社會關係 這會不會 你說這個延商 他希望自己的子女 讀書 就學而憂則 是 他只直輩能夠在朝中有人當官 對他也是個保護 一定是這麼想的 他們理想的狀態就是 我們又有財富 我們呢 在這個體制內 我們也有話語權 到了清代中期 這種繁盛是畸形的 就是說它就是一根蜘蛛 然後這個蜘蛛一倒完了 整個就 就是這樣的 產業結構單一 產業結構單一 這種群體 是吧 實際上他們沒看到這種風險 社會變革 你看一旦 這個桃樹改革延政 整個 這個時候打擊啊 馬上風流雲散 對啊 哎呀 像這揚州延商也是繁華夢一場 一叫揚州夢 真是他們才是 一絕揚州夢的 所以揚州的這個老房子啊 你說這個主人很複雜 有的時候是 這個 哪個名氣大 可能哪個就是 這個 哪個的故居 哈哈哈 實際上它這個歷史的這個 歷史的印記啊 很斑駁 對啊 因為它是一個 迅速地把窮人 變成富人的地方 也是一個迅速地把富人 變成窮人的地方 這個 您的總結的精闢 你像咱們看這圓子 這主人 一直在換 對 一直在換 揚州是娛樂業 古代的是吧 娛樂業 服務業 是吧 這樣的一個 過去講那個揚州 這個還有獸馬 揚州獸馬也是有名 揚州的獸馬 揚州的獸馬 揚州村民旅 都跟島懷入江有關 哦 李夏河地區 四年 四年 造水災 人家沒辦法 東西水一來 沖著一乾二淨 沒東西 圍著這兒女 就開始養獸馬 所謂獸馬就是小女孩 是吧 七八歲 六七歲 五六歲 把她買回來 買回來以後 去培養 花本錢了 教她十字 教她真紅 唱曲 才藝培養 才藝培養 才藝培養以後 到了十五六歲 是吧 這個時候 各地到揚州來 來選姑娘 選姑娘 一等的是做什麼 一等的是做姨太太 插著才送到青樓去 就是買賣啊 但是為什麼叫獸馬呢 獸馬她還沒發育 小孩子受罵 當然是受罵了 我看您是對揚州特別有感情 也說是老揚州了 九代了 其實她這種城市 雖然她在近代她是落伍了 但是她那種文化的氣息 因為她是一個比較適合 老年生活的一個城市 很舒適的 很愜意的一個環境 工資不高 房價不低 這個機會不多 這個就對揚州 人才的競爭 她就是 她就是一個落實的狀態 現在也有的年輕人 在這個大城市裡生活壓力大 她到這兒 反倒覺得很壓力很小啊 有 我現在退休以後 接觸一些年輕人 包括創業的 他們很多就是文化產業的 他們就到揚州來 沒有什麼理由 就是愛揚州 就覺得揚州融化 我喜歡古琴 我就到揚州來 我學古琴 最後我可能開個琴館 她搞茶役 她也在揚州上 就是說她一定是瞄準了揚州的某一個方面的東西 而且她又覺得跟她的內心啊 這個很 很 很契合 我就覺得 我也不去 謝幕人家的什麼什麼洋房什麼 揚州現在有不少這樣的外地的年輕人 所以我一般看到他們 我都對他們特別的加以鼓勵 所以不是 邀禪十萬貫 齊賀下揚州了 現在揚州的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的石頭 是可以變成黃金的 但是問題缺少點睛術的人 裡面人才你怎麼懂 就是比較尷尬 我倒覺得可能某種尷尬也造成某種中庸之道 揚州人呢 他自身的老揚州他一個特點 他其實追求一種這個物質和精神的平衡 揚州人有的時候拿錢拿的很少的 有的人都退休兩天多塊錢 他這次照樣過的有之有味的 然後什麼老鄰居老同事 約好了天天 天天到這些飲食店裡面 然後這個人不少還不在家吃早餐 知道嗎 就到外面去 有的時候很簡單 比如說一碗這個乾拌麵 很好吃啊 你沒吃過 比蘋果好吃多了 他這個乾拌麵給你 配一碗素湯 兩個煎雞蛋 你早上吃 早上不會餓 吃的很香的 還有薇麵 蝦仁麵 腰花麵 什麼豬肝麵 雪菜肉絲麵 青椒肉絲麵 比如這些 黃魚麵 過去還有脆腸魚 就是把那個扇魚在鍋裡面炸 炸了以後 然後再煮麵 這個麵也很好吃啊 所以揚州人就覺得 你看我那個房子很小 但是我一片小空地 然後我就搞個園林 搞個園林 還拼命的把這些要素全堆滿了 對 但是我們鼓勵它是什麼 就是它熱愛生活 能夠把我們揚州這個園林城市 它的這個傳統啊 能加以傳承 我們不能扣求他們 在這麼一個這個經濟快速發展 這麼一個人 處在一個這個這個 焦慮的 焦慮 甚至於瘋狂狀態的情況之下 你要保持那份淡定 悠閒 對啊 我就是按照我的步子走啊 你跑我也不跑 這個就是揚州人 這就是千年揚州人的 這就是城市构慶 它的淡定 叫什麼 莫聽川林打夜聲 何方吟笑且虛醒 獨丈盲鞋 青山馬 誰怕一艘烟雨任平生 老揚州的這種瀟灑和淡定 這也是歷史炮出來的 也許揚州市的生活就是它的發展點 對啊 你發展比如說這個會展業 你發展這個什麼會議經濟 這些都是跟揚州有好處的 你說揚州那些招待女人 揚老 揚老啊 揚老休閒 對啊 你接待皇帝還能接待 我接待遊客不行嗎 對對對 對啊 我把你服侍得很愉快 很那個這個 這絕對沒人比的過 這絕對沒人比的過 有修繳的是吧 對 對 所以這個東西很那個 所以他就是 我就說揚州人擅長讓人舒服 對 問題就是說 一定是要差別化的發展 你不要同質化 我跟我省長 省委書記 我當面都講過 我說揚州這個城市不一樣 這種城市在中國都很少了 我說你要揚州說 排到這個我們江蘇的這個經濟那個 排到前面 那是不可能的 揚州需要 我們承擔的是 國家民族的 這個身份的這樣的文化遺產 但是我沒有力量 現在就有一個小孩 要挑一百五十斤 他站都站不起來 對不對 你問題就必須要支持他 另外呢就是也幫助揚州 在產業的這個 發展的這個模式 或者在那個上面 你要差別化的關係 對 你社會發展什麼就發展什麼 讓揚州永遠是揚州 對啊 就是說最重要的就是揚州能保持 它保持揚州的本色 實際上就是保持我們文化 藝術 或者說這樣的一種民族的一種種子 這是它還有標本 它是一種標本性的城市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城市